阿珊娜360 補骨素突弱 全場精華 送給大家這一場就是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的超級大戰 賽前排第三是傑子 對著賽前排第二的天水為飛馬 黃色球衫是飛馬 藍色球衫就是傑子 先看到黃色球衫飛馬一次機會 來自近方大勇的達斯華 我先拿一隻腳踏了 開始來自劉鶴美後場的幾十個場傳 搏到羅拔圖的頭鎚的時間方面差點 差點自然之間都適合達斯華 但就差最後一腳的準成度 接著來到對面 這邊是巴爾拿超級外援 左腳路撞到省中仁 最後還有黃洋大哥的炒球球 巴爾拿上場聯賽憑著中遠距離的世界球 加上基爾頓的漂亮球 最終是2比1擊敗了南區 所以今天聯賽第一場勝利之作 之後也看到下一場球艾里奧後上的頭鎚攻門 實際上精英盃 當時結智3比1擊敗飛馬的時候 3球多來自頭鎚,2球來自安永嘉 另1球正正來自艾里奧 但實際上想不到這場球 馬唐建文、老大哥由右手位置 斜插也差點得手 接著是帥哥小生安永嘉 這次是環境位置扯球 安永嘉更加聯賽了一球球 但精英搬入了8球球的球員 可以說進球的信心方面大增了 及後飛馬又有黑黃金機會 這次又是來自濕水籃的達斯華 接著謝朗謙的後章傳送 很漂亮的相互配合 拖掛都漂亮,最後一刻就多拿了一點腳尖尾 看到有些外勢就先扯走了 然後街角又整腳就是左腳軟射 衝力射球那款,高飛曲罪 還要急轉彎 看到Kengor也在 當然是丹恩盧域這場賽事 連續兩場後備新聞登場 其實看台上還有他的家人在 上場球他就入替安永嘉 這場球就入替阿龍仔,鄭展龍 然後安永嘉退了左路 右路繼續是嘉維蘭 組成這個進攻的三叉 結果這下巴維蘭就通過直線上來之下 劉鶴鶴也划不完 最終就益了,這邊就是丹恩盧域 最後足球是丹恩盧域 丹恩盧域的入球 也來到港超聯之後 是你結智之後的第一個入球 他的家人當然是非常開心 但最獨立的就是這一腳 這樣扭直線上去 看到巴維蘭 他最重要是有膽量放股球 他真的撥到對面有少許魂聯 但最後也看到出現戲劇性的畫面 這個孫美希硬爆來 結果就撥到對面堂健 可能是輕輕踢一踢 少許腳步碰撞 球席就是洪太將唐健文驅逐離場 才是Bobby仔 後面入球給華蘇敏軒的速度 真是快 始終真的年輕很多 不是輕碰到 但球席另外一個明顯入球機會 所以洪太驅逐堂健文 罰球球來自這邊就是達斯華 但結果造就了 王真鵬 表演時間 橫身 含實天王 不是撲出位接實 這邊如何假化 需要復出的蘇珊後備登場 扭高球過去 丹蘆盧榮 好好 帶著陳正謙 再扯過去 結果省中了隊員 就是陳正謙 小雪 折高了球 丹蘆盧榮 霉開二道 給了心心 給誰? 當然是給家人 你給心心 我又給心心 劫志球迷就說 我就是要這些 蘇珊也有間接功勞 先來 非常開心 丹蘆盧榮 最終就憑著 這句是老大哥 個人梅開二道 協助就是結智 二比零擊敗天水為飛馬